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根TV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大陸出那隻叫魔護爽的零食 澳門我看到超級市場、便利店都已經賣了很久 不過我之前一直都沒有吃過 我自己就真的不太喜歡吃這些東西 但我看到有不少人都很喜歡吃這東西 特別是那些年輕人 經常看到那些年輕人一包包買回去 以前我們買熱浪、物提沙 現在很多人就是買魔護爽 這隻小食就連台灣人都很喜歡吃 根據資料顯示 直至2023年10月底 已經有接近52萬公斤的魔護爽零食輸入去台灣 大家其實都知道這隻零食對身體非常無益 有些老師希望學生不要吃 但那些小朋友都忍不住躲進廁所吃 魔護其實就是我們稱之為的舉藥 舉藥一直以來都被當作健康食物 例如低熱量、不怕肥、又有豐富的膳食纖維等等 所以很多人都不認為這隻魔護爽不是一些不好的食物 甚至覺得至少健康過其他零食 但有醫生說到 由於這些魔護爽並不是用原型的舉藥 全部都是用舉藥粉 再經過大量的加工去造成 所以吃這些東西跟健康基本上是扯不上任何關係 這種魔護爽是一種高度加工的食品 一包魔護爽的納含量高達227毫克 如果吃太多可能會造成腎臟負擔 都未算他所採用的化學元素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甚至有一位台灣的前AV導演 他就說吃完之後整個下午餓了7次 有鑑於此 我就決定獻出熒幕的第一次 試一下這個魔護爽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吃到別人上癮 沒可能沒吃過就說這件事 所以我就特意去了超級市場 買了兩包不同味 一包香辣味 一包酸辣味 我上網看到還有一個麻辣味 但我走了幾間超市 我都找不到所以就算了 不試了 台灣導演就說 他吃完之後一天磨了幾次 我今天就試一下 吃完之後今天會不會餓 我一直在玩命 當然我們還有買了一罐建力寶 東方魔水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香辣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香辣味 我真的很討厭這類包裝 那邊看 大家就這樣看看 好像平時在那些 那些是老美店的還是燒美店 買那些海接 好热 有点辣 好辣 吃下去 挺爽口的 不过代我来说真的太辣了 只有辣味 还有一股油 很厉害 怪不得那位 台湾导演说吃完之后 吃了很久 吃了几次 因为如果你平时 没有怎样吃这些 重厚味的东西 你这种辣 加这种油 刺激你的肠胃 会蛤 真的很正常 不要浪费食物 你只剩下这包 让日坚贫吃 吃了 很辣 一汗都出来了 好了 我们试完这个 酸辣味 哇 哇 很辣 真的太薄了 道歉时露出风暴 哇 现在整个口都是 那些辣味 我怕尝尝不到 这个酸辣味是什么味 那呢 这个酸辣味 一做出来 其实跟刚刚那个 香辣味的外观 是差不多的 哇 哇 这个真的 哇 那些 那些 青椒味 很酷 哇 那一吃到口 就整股辣味 一吃到口 有整股青椒味 我好想吃青椒啊 我好想吃青椒啊 哇 没理由我这么快 就吃了它 哇 很辣 哇 那些人 怎样一吃到吃几包啊 大哥 这么辣的 哇 如果麻辣 酸辣和香辣 都要这么恐怖 如果麻辣 就更大 哇 好啦 大家看完我吃这个 模糊爽的样子 都知道我对这东西 真的一样 因为在我来说 除了辣之外 我觉得它的化学味 是非常之重的 我自己好彩 到今天录音为止 都没有经历过肚安 可能平时吃开些蜡蜡东西 练到长胃的承受能力 已经非常之强大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些举药是没有味的 最重要的是它那股油 它的股油 它的股油 味道是很厉害的 味道是浓烈到 好像在打鞭炉那样 吃一小包 就等于喝了半包的超重的辣油 老实说 我自己个人感觉 吃一包这样的东西 比一包薯片更厌劣 我觉得 吃一包小小的热浪 比吃一包 磨糊爽 不过就可以理解 为何这些小朋友 那么喜欢吃 这些刺激性食物 当然容易上印 最惨是 人们吃开这些重口味的东西 变到只有这些 极重口味的东西 才可以 去满足他们的味蕾 搞到越吃越重口味 就大劲了 我自己就不是 那些说什么都禁 应该要禁的那些人 只要不是吃下去 会即时有中毒风险 我都觉得应该是给他继续卖 因为这些是每个人的自由 但我在这里奉劝大家 这些东西真是小食为妙 尤其是各位家长 你这些小朋友 有空吃一两包小小的 口印就绝对不是问题 但如果他长期吃这些零食 我觉得你们可能 就真的要管制一下他的量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 大家又觉得这东西好不好吃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